桃園市汴州公园在去年整修了部分的空间作为极限运动场 受到了滑板、技术单车还有直排轮玩家的喜爱 甚至吸引很多是外线式的玩家来尝鲜 由于东京奥运纳入了极限运动的项目 也让滑板运动是越来越受欢迎 汴州公园在去年完成空间改造 新僻件的极限运动场受到民众的欢迎 尤其是极限单车和滑板玩家更是为之疯狂 这里不但假日涌入各县市的玩家 连平日也有学生社团 利用非假日包车到汴州公园上课 以避开假日人潮 虽然只有非假日才能够尽情享用赛道 但学生还是觉得不要增加太多使用上的规定 滑板精神在于说自由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 同时也要去保护别人的自由 就是要互相尊重 如果你看到像是别人已经在滑 那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然后也为大家安全着想的话 我们就是要好好先让一下 或者是说我们先跟大家沟通好 你先滑还是我先滑这样子 这座极限运动场原始设定 是给极限单车使用 但也吸引许多滑板玩家 假日的时候 还有许多家长带着幼童进场 按照运动场使用规范 各类非动力的运动器材 都可以进场使用 但是假日的乱象还是让人担心 只是民众认为就算设置管理办法 恐怕也无法有效执行 这台湾的观念很少 比如说冲浪 大家会知道懂得浪浪 这个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 我觉得政府要管很难 滑板玩家何仁杰说 东京奥运将滑板纳入正式项目后 带动了更多人投入滑板运动 也改变了许多人对这项运动的印象 其实还蛮多小朋友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奇 但那时候的家长 就是那时候的刻板印象 就是滑板就是不好的东西 就看到滑板就是不好的东西 对然后现在比较不一样是 家长就是会去 要不要玩 就是跟之前的刻板完全相反 滑板玩家建议初学者 假日使用这一座极限运动场 先观察赛道上的玩家动向 尊重已经上场的玩家 如果遇到年幼的初学者 也能够耐心等待 玩得更安全 也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